这个石龙是1985年发掘时发现 到目前为止应该是年代最早 它的年代是7500年到7000年这个时间 这个造型就是圆环形的 它和红山文化石龙相比 它应该是最早的住型 龙的起源最早可以追溯到佐家山 我想佐家山石龙的发现 对于研究龙的起源 非常有重要的研究价值 所以有人提出它是中华第一龙 当时龙岸县中学的一个学生 他在伊通河捡到了一个师傅 后来他就送到了学校 很快第二年我们就从国家文物局 申请了这个发掘执照 当时就派我来领队发掘 这个红山出土的那个鱼豬龙 它的当时轰动很大 这个影响面也很广 所以当时我们发现了这间石龙的时候 我们是非常激动 因为这个也是一个重大的考古发现 这个红山文化的最早的 那个是6200年 他们就差了1000多年了 这是一个从年代上它就早 第二呢 从它的整个的造型 从它的形态 那么也比红山的那个龙的 那个形态要更加的原始 因为这是龙的最早的出行 然后逐渐一点一点的演变 演变到了这个红山文化 出现C龙的时候 那么这个时候龙的形态 基本成型 说再后来演变演变 就是我们现代的龙 这个经过我们鉴定呢 它是叫匪细眼 很细腻 但是不是玉 看到这个呢 你看上面非常的光滑 打磨得非常的亮 圆润这种感觉 你们看一下这个 整个的这个五官 底下这对不对 这是嘴 这是眼睛 它上面这俩是很多 第一 这个大圆圈 这象征着一个卷曲的身体 衔接 头尾 那么背部这个圆圈 是细绳的 穿绳挂在这个胸前 它是佩戴的 它本身就是一个艺术品 但同时呢 它又相当了一种 权力和地位和图腾的一种崇拜 最早的龙 那么我们龙的传人 应该最早从这个时期 就已经开始对龙的崇拜了 就是7500年的时候 就已经对龙有了崇拜 然后呢 它逐渐的发展 你比如到了我们现在 有些节庆的日子 都要舞龙啊 来庆祝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